不知道北京这边是一线城市啊 消费呢都比较高啊 这边的平均工资呢啊 都是万八千的啊 所以说呢啊 你要是在这挣八千一万啊 顶多是一个温饱的水平啊 但前两天呢 我发现还有人在这挣三千的啊 但是照样呢过得非常好啊 那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他这边是做这个餐饮服务员的啊 然后聊完天之后呢 我发现他的工作呢啊 比白领还合适啊 大家可能知道啊 白领呢在这边呢 一个月的收入也就是万八千啊 这个不包吃不包住啊 上班呢啊 有固定的时间啊 甚至有时候还需要加班啊 而这个餐饮服务员呢 啊我问了一下呢 他一个月收入呢 只三千多块钱啊 但是呢照样过得很好啊 他说老板那头呢啊 包吃包住啊 要知道在北京这头打拼呢啊 面临最大的两个问题呢啊 就是吃和住的问题啊 咱就拿这个北京那边啊 五环外的房子啊 来举个例子啊 你知道在这边租个啊 小次卧也就是单间啊 二三十平的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最少要三四千块钱啊 那就说你在北京啊 公住一个月就要三四千块钱啊 那吃饭呢 咱就按这个早餐十块钱 已经很少了 也就是一个煎饼啊 加这个一杯豆浆啊 甚至都不够啊 咱按十块最低的算了 午饭呢按三十啊 也并不高 你得吃饱啊 对不对 晚饭二十 也就是一个盖饭的钱啊 叫经济适用的这种吃法啊 这个一天都有六十块钱 那一个月呢 都得一千八百块钱啊 你要是想吃点好的 怎么说一个月也得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加这个啊 房租就五千块钱了 啊 所以说即使你挣个万八千的 刨了这些啊 然后再刨了生活的基本开销 还有刨了这个工资之后的税呢 啊 也闹不下什么钱啊 但是他这种餐饮服务员的工作呢 包吃包住啊 一个月呢啊 发你三千多块钱 等于是你白烙的啊 所以说像他这种工作呢啊 比白脸还要划算 所以大家不要瞧不起这个北京那边低薪的工作啊 你要看包不包吃包不包住啊 如果这些都包啊 那你那些所有的钱呢 每个月的工资呢 就是纯烙下来的了啊 可以说比这个啊 收入万二八千的啊 有时候还要这个合适啊 好 那朋友们你们赞同我的观点吗 你们认为啊 在北京月薪三千能活吗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相互交流 喜欢就观众格子 观众格子每天都有新鲜事 好 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 拜拜 好 好 好